早晨,各位 上次的上一段影片,在我们的网络上 加了一些以别人写的模组 一个叫做VphotoGallery的模组 教大家如何使用模组 让你可以选择我们想看的画面的时候 即他们的设计的时候,他就放一些图片出来 这个不是我们做的,是另外一个人去做的 大家如果想留意的,可以看上一个视频 这次我们就打算加这个搜索的按钮 你看到他可以,当我们打字的时候,他会去搜索的 看看能不能打中文 你看到他会有一些分类的,未必今集会做 看看我们的那个 有没有时间呢,有时间就尝试做完他 看到他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进入 其实我们可以用HTML写 但我们就用Fultify 我就打算用Fultify去做 他就很类似是这个这样的搜索 我就会用他 看到就是一个这样的格格 接着有一些 Placeholder有一个搜索的按钮 我通常未必是做exactly一样的 但就尽量 其实就很简单的 Fultify有一个component叫Full TextView 那他有些东西的,Label就是 他 这里啦,这里写Full,这里就是Label 那我们就打回 要打中文了 尋 手 手 尋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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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电脑是 这么慢的 如果有兴趣赞助我的朋友就可以 联络我 OK 那 他 预设是会是用Regular 这个Full 就是这个 Regular 那你看到他就会是有 应该是会有一行 那我们不用 不用Regular 我们用 Filled 那他就变了样的 还有呢 他有一些property 例如 Append Icon Append Icon 我们就可以去 materialdesign.com 那里去找 一些的 Icon 其实我刚才找了大约 应该就是这个 那其实就在这里他全部用这些 Icon 就可以了 Default 他是用这个 Material Icon 的 那按 抹 然后 抹 上去就 save 那其实他就可以 选择了那个Icon 其实都相当方便下的 那你就说 我们现在去打字 那我们打字是怎样去做一些搜寻呢 首先我们要打字的时候我们要他 立刻做个search 那 有用 开View.js的朋友就知道了 那其实 我们所有的data 都是顾名思义的 就是这个data 这里做的 那我们在data那里加一样东西叫做search text 那预设是 没有字的 那跟着 我们就 在 里面 这里用 ViewModel 就打search text 那为了让你看到有呢 那么 我这里加多一个search text的东西 那ViewModel 这个可以介绍我的 ViewModel是 View.js里面 一个很特别 和我们经常用的 的 功能来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他所做的东西就是我们 经常都说的叫做 Two-Way Binding 就是说当我在打字的时候 其实他是会直接 当我打字的时候 他会 直接去改 去做什么 改这个search text里面的内容 当search text的内容 改变的时候 界面都会跟着去改变 所以这里 Layout page后面也会显示我打的所有东西 那譬如我现在 你看到我现在打任何的字 加大一点 你看到我打任何的字 或者删除 其实整个界面都已经是会跟着去改变的 其实就相当方便 在我们俗称 Reactive Programming的 时期 很多 很多 网络 很多 就是 应用 都已经在用 譬如 这种 形式 就不仅仅是 View.js 例如 React React Native 都已经是这样 还有 Apple 现在的 Swift UI 都是有 大约是这样的功能 的功能 给到 我们的 那就是 所有的东西 关于资料 资料上的东西 其实是 方便的 整件事 好了 那么 当我们去 这个search text 去改变的时候 我们又怎样去 filter 它呢 这个 这个 东西呢 其实是可以用 computed property 或者用watch 我们试试用 computed property 对啊 我要介绍 computed property 一会儿 computed 啊 这个可以看到了 computed 其实就是 啊 其实都是 Data 内容的东西 而且 它跟Data 和AsyncData 最大的分别 就是 它是一个 功能来的 当 它里面的 资料 比如这个 你看到这个 Message This message 是改变的时候 它会重新去 计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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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erse message 就是它 重新去计算这个Data 然后再去 反映出来 简单点 譬如我们现在 这里是个search text 我们现在开 我们现在做一个 computed property 好 computed 它是一个 譬如我现在叫做 message message 我们会改变的 或者 直接是 message 先 你要回一些东西 给它 比如我们 return message 再加 this.search text 为例 那我们就有一个 有一个 properties 叫做message 其实我们这个message 我们可以 当它是Data 这样用 你看到我 save 了时候 比如message 现在是没有东西的 我打字 它一样是会 会是改变的 那大家记得 这个message 其实就是 就是 这里的 它每一次我改了任何的东西 它已经是 当这个search text 它改变的时候 那它 view 自己会帮你再继续一次 这个 这个data 究竟是新的 新的内容 究竟是什么 这样 那我们应该就可以 尝试用这个功能 去做 那我们就不要 message 我们要是 filtered filtered 我们叫做什么 Layout 好吗 因为我们之前 都是叫做Layout 那我们就是 要 要回收一些东西 那么 首先我们在search text 那里 我们要 filter 其实我们就 用 Layout 我们filter 用 filter 它 其实是它的名字 我们是用它的名字来做搜寻的 那应该是 Layout.name.include 遮住我 this.search text 那我们这里就是 我们这里就可以加 回 试一下这个 那应该会 我们完全看不到东西的 对 真的 那就加在这里 那当我们empty的时候 我们就 没有东西了 我们试一下打 o字 它没有东西的 o 那它就出了 o什么什么的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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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海呢 可以出很多这些 OK 那其实 整件事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我们就 我们将这些Layout 不要用字的形式来 发放的 那我们可以是 本身我们 下面这一 这一堆东西 有点慢 我会点到经常都是这样 这一堆东西 就是用在这个Layout 那里去 展示的 其实我们将它转回 Filtr Layout 应该就 应该整件事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试试打 海 海 那我们看到有些 有海的字 标准的标准 标准的标准 进海 海上巨 其实 他们可不可以 给 一些 赞助我 我帮他们买广告 海什么 那我们同样是 进去的时候 都 已经是之前我们做了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没什么 特别 就是 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 海上巨 就是 第一个 好 其实 整件事的做法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先看看 我们现在 录了十多分钟 那或者下一段视频我们就再做了 它 将它分类 你看到它分类之余 还有搜寻 其实整件事就跟 现在这个 做法是差不多的 估计都是用compute property 那我们下一集 再见 拜拜